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要从如何去来自学啊 包括你如何自己去来学习这个景观 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些思路 好吧那你们的话呢 你去来看看这个比较适合于工作一年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新人 那也同样适合于刚进入大学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的学生 那研究生就不用我说了哈 所以的话呢就有可能是都需要的哈 就小白设计师都需要这样一种方法 呃由于之前的话呢 我在中间设计院的时候主要的一些工作也是去来培训年轻的设计师啊 每年的话呢 我们都会从北林东林天大同济啊 会找一些学生 然后的话呢 来我们这进行实习 那这些学生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哈 包括南林的哈 这些学生的话呢 都比较优秀啊 但是呢 他进入到这种大的设计院 包括进入到设计公司之后啊 他是依然需要进行景观培训的啊 很多朋友说老师那我都去这么好学校了 那我我直接挣钱就完事了呗 你还培训我干嘛呀 对不对 这是不行的啊 即使呢 我们看到天大和同济的同学 毕业之后的话呢 上手公司和设计院的那部项目时候 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啊 包括呢 也要纠正他们以下态度的问题 好吧 因为即使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校 好吧 那你其实你在学校里做的项目的话呢 多数有可能是那种竞赛 竞赛那种类型的 或者是一些课程设计 对吧 那这些项目的强度 包括他能挖掘的深度 是比较有限的 这是根据我们学校的这个属性而来的 而不是说好像学校教的不好 不是这个道理 而是说是你的那个强度 没有涉及到钱 你知道吧 我们在公司当中做项目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项目做的不好的话 你要损失几十万到上百万的这样的钱 你即使你在同济去来学咱们设计的话 也没有说哪个课程设计你做不好 老师会罚你几十万块钱吧 所以的话呢 这整个心态 包括你做项目的这种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吧 不管是学习态度 还是做项目态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的话呢 像这些新人在入职之前啊 我们要给他做一个统一的培训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我也是把一些内部培训的一些东西 我给大家分享出来 好吧 那你们的话呢 也可以去来看看 一般的话 你去这种大型设计院 或者一些好的公司的话 他都会有一个前期培训 好吧 包括奥亚的话呢 也有啊 奥亚做的要更好一些 他有一些实践的这样一些项目 我们为景观学员们准备了优质的免费自学课程 如果你想要每个月都能得到一次方案设计成果 可以加入我们的精英社群 微信关注青柱学院 点击下方菜单栏处青柱课堂 插找您所需要的课程服务 想了解更多详情 可以点击用户服务 找到相对应的助理小姐姐进行咨询 好 我们开始哈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画图不等于设计 然后呢 软件也不等于设计 校图不等于设计啊 这里面是我们在这个设计院 包括我自己工作室的时候观察到的 好 那还有点的话呢 大家要清楚啊 这个什么呢 就是学校的话呢 只是教会了最基本的 有些同学有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不太好呢 就是我从学校里毕业了 然后我就可以挣钱了 为什么我们在中建的时候 还是要给这些学校的人去来培训呢 我们其实很想告诉他们 就在于学校里教你的东西啊 是很基础的 而且是极其基础的 是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 好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相当于就是幼稚园毕业 那有些人说老师 我是研究生 我是硕士研究生 那我们可以算说幼稚园大班毕业 好吧 但是的话呢 统一的那个水平 还是应该在幼稚园幼稚园那样的一个水平里 那我们这种大班的话呢 没有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话呢 没有哪个什么设计院会拿那个大班 出来跟甲骨汇报 所以的话呢 一般都会拿什么呢 PPT 好吧 PPT啊 就PPT这种的话啊 一做的话 大概一个项目大概是100页到150页 是吧 啊 汇报时间的话呢 会控制在半个时左右 啊 所以就这种的话 你像PPT要求什么 你的汇报能力吧 包括你这整个一个逻辑思维 啊 但学校里面的话呢 很少去来考大家一些关于逻辑思维这一块 啊 大家在学校里可能大家 呃多数学到的都是按部就班的去来做 学校里教的是比较基础的 那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如何去来解决 啊 这个大家能想到吗 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如何去来解决 就是说老师 好 你现在说的很很露骨 对吧 或者很直接 学校里学的就是垃圾 学校里学的就是一些幼稚的东西 怎么办 人家说除去学啊 啊 不是啊 人家说什么 啊 实际上是是道理是除去学 但是去哪学 啊 去实习啊 去实习 去实习 啊 地大听懂了吧 很多同学很奇怪啊 问我吃饭时间 我没介绍自己的小玩课呀 别啊 别这样啊 啊 我没说上我这来学 我说出去实习 好吧 还没吃饭呢 吃饭是上完课之后再吃饭 好吧 好 这个这个这个实习啊 实习啊 为什么要去实习啊 因为实习你能看到什么 你能看到工作里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作流吧 哈 有的人很奇怪啊 老师实习他们不教我 谁欠你啊 你来我们设计院 我们也我也不教你啊 我别教你啊 你 对吧 大家你们自己想 你们去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老老实实的在那工作 一个月拿五六千块钱 是不是 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天天追着你问 说哎呀 那个告诉我这个东西该怎么画呗 搞我这个翻译该怎么做呗 你你反反他 我问你们 你们反不反 好吧 啊 我相信大家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有这个责任和意义 我要把你我要教会你设计吧 对不对 但是一旦大家你们成为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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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生的时候 你就总是有一种不太好的心态 就是我去工作了 老大于老师 我也去工作了 我听你话了 我去实习了 但没人教我呀 这这这这很奇怪 是 他肯定不会教你啊 但是你可以问吧 你可以看吧 你可以观察吧 是你可以参与吧 比如说比如说哈 比如说大于在这边我正在做一个方案 我正在做一个屋女画的方案 对吧 你可以不打扰我 对吧 那中午的时候的话呢 你给我干嘛呢 你说哎 宇哥你这个上午做的方案是啥呀 我就这么有意思呢 这个我学校里面没有学到哈 我学校里我没学过这个 然后的话呢 那中午吃饭时间我可以闲聊嘛 啊 我就是说咱们最近的话呢 接了一个屋女画的一个项目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时候青山高的小孩说 哎屋女画我之前没做过啊 宇哥能不能给我一小块地 让我玩一玩 让我练一练 刚说错了哈 不是玩一玩啊 让我做一下 让我练一练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如果觉得说你 说话也不是那么难听 或者说说话的话呢 也也挺好听的 是吧 啊 也很有热情 基本上我不是不会拒绝这样的孩子的 对对 我拒绝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 对吧 所以的话呢 我一定是说那好 那我今天下午的话呢 我会把天然图发给你 你的话呢 自己可以做一做 好 那这个时候你升线拿到项目了 你就可以做了 那做的时候的话呢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你再问我是 宇哥你看我画了一个这个 你看行不行 就是说白了 你要趁着别人正在 就有可能刷着手机朋友圈 或者没事的时候 闲的不行不行的时候 然后的话呢 你去抓抓抓住这个机会 问人两下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单位 有责任和义务 带着你去来学 学习是学校里应该做的事 你去公司 你去实习 对吧 你是看他们的工作流程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去来教你 好吧 所以的话呢 别到哪会儿都感觉好像欠你什么东西似的 好吧 这里面是不存在的 另外还有一点 有些同学的话呢 说老师我才大三 我要去实习吗 啊 有人说才大三 哎 我这才字用的 对不对 看完之后很 我就我就很闹心 你知道吧 就我们读大学 现在孩子学的都傻了 你知道吧 从小就开始背着沉重的书班 然后天天就搞那种天涯式的教学 就开始搞那些什么应试教育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到大学的时候学傻了 学二的 啊 老师我还没到大四呢 我要去实习吗 废话 你应该在大学的上学的第一天 你就应该知道 我在大一的时候 能不能给自己找一个实习的机会 这是 这是优秀 这个这个设计师的一个心态 知道吧 好吧 有些人总是说我才大三 我看学长他们都大四才去实习 或者学校里安排的话 是大四去来学习 我大 我才大一 对吧 太早了 我再等两年吧 你上学的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工作 你应该在上学的第一天 你应该给自己站了个标 我要找一个好工作 而不是说拿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绩 好吧 这大家听懂了吧 所以的话 课你是要上 学校里的设计你是要做 但是我们上学的目的是为了找个工作 而不是说为了上学而去上学 好 那么看一下他有一些潜质 就是说这些人的话 他有一些共性 第一是什么呢 就是说优秀的家庭教育 有些同学总是很奇怪 说老师 我是不是要上一个学校 或者好的学校 或者说我有一个好的学历 这个我是放到后面说的 好吧 我这里面看到的这些人的身上的第一点 就是他有一个优秀的家庭教育 当然有同学说老师 那我家我家庭环境没那么好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我们可以后线去来补 我只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优秀的家庭环境 跟这种家庭教育 它是有必要的 好吧 所以这个大家要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 不断探索的一个好奇心 什么叫不断探索呢 就是我们对有些人的话 你会发现他有 有些人会 有有同学会说 他是什么处女座呀 他有一些潜迫症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对一个东西 他要求是比较极致的 他要求比较极致的 而且他是比较有好奇心的 好吧 什么叫好奇心呢 比如说他在没有选择这个专业之前 他就非常喜欢一些自然的一些环境 他就特别喜欢去动物园 他就特别喜欢去植物园 他就对这些植物 你像我媳妇啊 就像小教老师 我老婆嘛 对不对 学校老师 他从小他父母就教他 这个是这个叫三叶梅 对吧 这个叫三角梅 对不对 然后那个的话呢 叫什么什么东西 那个叫什么东西 他从小就知道这些植物叫什么 然后有会结什么样的果子 对吧 因为他的父母的 他的母亲的话呢 是中医 中医的话呢 需要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你跟家电环境没有关系 有关系吧 所以的话呢 他在做植物设计的时候 就明显要比我六很多 好吧 他在认识的时候 他说这个东西叫这个 我说我说这 我说我不知道 对吧 他说小时候没告诉你吗 他说没有 我父母的话也不是做中医的 所以就是说 他他我们父母任何的植物也很少 好吧 所以的话呢 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的 好吧 那第三个的话 什么有趣的灵魂 对吧 我们在做一件东西的时候 你是否能享受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 好吧 这个有趣的灵魂 我就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做的警官是否有趣 很重要吧 对不对 很重要 做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如大家你们经常看到 成都太宫里的大熊猫 是不是 那都是吗 这个警官是要有趣 他能做出来 对吧 好 还有什么呢 高级的审美 什么叫高级的审美 我问给大家 什么叫高级审美 嗯 什么叫高级吧 啥叫高级 啊 老师我从小 我读的都是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 这个喜洋洋 我从小看动画片都是喜洋洋 我从小读的小说都是那个 那个最最难忘的一件事啊 还是说我从小读的 老师我从小读的都是简爱 都是战争与和平 都是基督山伯爵 对不对 啊 我这个这个这个读的都是这个四大名著 是不是啊 都是国际上名著 那个那个 有没有高级科研 有同学总是啊 有点有点蒙圈那种 地摊文学 他觉得也叫高级啊 啊 所以的话呢 你想想 读的书是不是有高低之分呢 他一定有高低之分吗 有的书的话呢 就是小黄文的还是呢 是吧 啊 那有的书的话呢 他会你读完之后 他会给你很多启发 那审美的话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我问你就是说 像陈丹青 之前啊 美院的一个老师 对吧 之前做过分享 他做过很多关于那种艺术啊 画的那种分享 比如说梵高的画 你设设计师 你不得看那些颜色吗 彩屏能用得上 分析图能用得上吧 好 梵高的画 莫奈的画 对吧 包括还有诗壁画 对吧 那还有一些有名的雕塑 对吧 啊 比如说像大卫啊 比如说像维纳斯 对吧 比如说一些有名的 是否能让你感觉到很兴奋 对吧 还是说你看大卫的时候看到的只是色情 啊 大卫没穿 没穿裤衩 对吧 我相信作为设计师的话呢 你应该能看到那种最完美的男人的肌肉的那些线条跟比例 对吧 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东西的角度 包括我们的审美的话 他需要提高 这些东西都是在你18岁之前就要搞定的 在你18岁 有可能你没有 但你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我愿意看梵高 我能欣赏好 我能欣赏到梵高的一个画 星空 向日葵 是吧 我也能欣赏到比拉佐那样的话 那当然你就你就需要你更风一点了 是吧 听懂了吧 大家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很多时候啊 决定一个设计师 他是否能得到一个高薪 在18岁之前 我们多多少少能看到一些 他身上有这样的一些潜质 好 那我们不说这些啊 应该给我们的 但是没给我们的东西 那我们来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真正从硬式教育当中 为什么说我们 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要去一个好的学校 因为我知道 学校不好的话呢 有些单位可能不看我 或者有些单位的话 会觉得我不行 那现在的话 其实没有这个这个 只不过大家你们心里会有 那么大家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公司 或者我作为一个面试官的话 为什么我多多少少要看一下你的学校 我可能会不看你的学历 但我要看你的学校呢 因为看你的学校 如果你学习好 你学校好了 21985的话 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 是你的高考分数高吧 其实我看不到说 你这个孩子聪明 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好人 对对 北大也有出来杀人的 是不是 我看到的是你高考的分数 那我们就回到分数这一块了 就是说我们长时间被培养成一个分数机器之后 对对 那高考分数能看到一个人的什么 我们回到这来 能看到一个人的毅力 听懂了吧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毅力 这个毅力的话很重要 之前这些东西 注意啊 我说毅力重 但我某一说毅力的 这是最重要的 我前面这四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后面毅力这个也很重要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同样干一件恶心的事 但有的人的话 就能忍着醋 给他做到极致 有的人坚持不下去 所以我跟大家说 我们看这些学校 或者看你的高考分数 不是说 或者看你这个人学习成绩 不是说你这个人好 或者你这个人多优秀 而是说 我们同样进行一个400米的一个竞赛 一个跑步的竞赛 我们想要的人 我们想要的人是 即使他有可能身体能力不行 但是他忍着吐 他跑完了400米 我们把那些压根就没有毅力 能跑完的人直接给他删成掉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吧 通过一个高的分数 能看到一个人 最坚持一件事的一个毅力 是这样的一个事 好吧 而不是说 你学习学的不好 说老师我不聪明 或者老师我学习 我偏刻不是这个道理 好吧 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什么 就是有的人的话 他是很适合做设计的 但有可能他就不会学英语 他对数学不开窍 但他依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师 我们有可能会把这些人晒掉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跟大家说 像学历跟学校的话 我们对于现在国内 越来越它弱化掉 弱化掉 刚才那个里面都说了 有一些就是在公开演讲的时候就说过 学校里面教东西就很垃圾 对吧 为什么我们有意都要去弱化掉 原因就在于说 我们有可能会删想的 如果只是看学校跟分数 包括你的学历的话 我们比有可能会错过一些人 所以的话 很多现代单位说是 我要把学历降低到上 专科以上就能给我去来投简历 但你不能说高中以上 专科以上的人就可以给奥亚这样的公司 缺了投简历 那如果你合格的话 像奥亚商人彼得这样一线工作室的话 也会要专科学专科类的这样的学生 原因就在原因就在这里 对吧 因为专科类的学生 有可能也有做设计非常灵的 对吧 就在这里 所以就是说 这个这点的话 大家要清楚 我们经过了十几年这么恶心的一个长袍 你要培养自己是一个毅力 对吧 一个毅力的问题 而不是说你比别人多聪明多少 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分数比你高的人 他一定比你设计的感要强多少 不是这样的 而在于他能 他可能把这件事 他能恶心下去 一直恶心自己恶心下去 听懂了吧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听完这个讲解之后的话 有没有对自己多一点点信心 好吧 因为有些同学的话 可能学校好一点 有些同学学校可能稍微弱一点 我希望大家能从过另一个角度 从我们诱人单位这样的角度 你们去来思考 一个优秀设计师的话 其实不在于他的什么学历 或者分数怎么样 而是说他能反映出来另外一个事 好吧 另外一个事 其次的话 就是专业知识 最有做的就是专业知识了 因为现在什么呢 其实大家你们应届毕业生 水平普遍都挺一般的 所以就说你在大学里面 这也没要求你能牛到什么程度 但是你好歹得有实习经历 你得去公司实习过 对不对 刚才我是不是前面那个点我讲过 对不对 你好歹你去实习过 你要没实习过的话 压根有可能 以后的话压根就不考虑大家了 所以实习很重要 好吧 然后的话 再就是说 我们对于你这个人 你是否有热情 你是否有活力 这些也是去来看你这个人 一个综合的一个方向 好吧 有些同学的话 在学专业的时候 就不是父母在选的 好吧 他就 他其实对设计没什么热情 那第一个的话 干嘛呢 换专业 好吧 学校你进入大学之后 是可以换专业的 好吧 你是走点门子 还换点钱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是能换 因为我们班就好几个换过来的 对吧 然后的话 如果是你觉得你学校专科 你忍不了 说老师 我这学校的话太刺了 是不是 换学校 好吧 换学校也行 好吧 还有的话呢 不用花钱也能换 干嘛 如果你在南京的话 你学校是个专科 我建议你去南陵听课 还是那个点 中国孩子的话呢 哪都好 爱学习 对吧 然后到孝敬父母 哪都好 但就不会变通 对吧 他在一个城市 或者说 你在那个学校 假如说 已经水的不能再水了 天天老师上课都讲PPT 滑水 也不告诉你 设计司徒 也不告诉你学习方法 就是滑水 你能不能去那边 去南陵去听听课 可以吧 可不可以 你能不能去北陵听听课 你花200块钱 管一个人 借他学员卡 不仅上他听课 那是想让他食堂呢 你上那个专科的意义在那 你上那个三本的意义在那 如果你真不喜欢学校的话 我建议大家 你们自己努力去改变一下 别天天就是就喊着我学校不好 活该 你当时高尔分数就那么低 你跟谁苦熊呢 对吧 你跟谁耿机呢 那谁呀 不赖你自己吗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你去到一个不太好的学校 那么的话呢 你可以尽量去改变他 听了吧 我可以去北林 或者去清华 去北大 我会去旁听 我要结识一些北大的一些人 即使他有可能看不起我 没关系 看不起我 不是我的错 是他的错 他因为 如果是因为说是 我是一个旁听生 我是一个专科生 因为我想学习的这样一个动力 被我学习的一个这样一个决心 他觉得说 你是专科的 你好好回你的上学 怎么冲我们的 又没花你钱 对不对 又没听你上课 我听北大的老师上 我听清华老师上课 对吧 他只要让我进来 我就能听到他的课 我就可以得到他的知识 别人任何嘲笑我 你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你应该有这样的毅力 如果你想改变的话 好吧 对啊 你要带人能报名的话 能点名的话 估计才你还能挣钱的 是不是 听懂了吧 所以的话 大家清楚 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改变你 对吧 只有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 对吧 如果是你改变不了的话 就是你 你的动力可能还不够 好吧 所以如果是说 你觉得那个专科 你不想念 或者那个三本 你不想念 或一般本科 你不想念的话 你完全可以去南临 北临 你去旁听 没问题 没有任何人拦你 好吧 即使是有些同学说 老师不行 他拦我 你上网去来找 对吧 你找耶鲁的公开课 哈佛的警官公开课都有 当然的 你也可以找我 这里边我就不说 这个掐饭了 让学 让学长跟学长 不要玩去 我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大家你们作为一个警官小白 或者说你在学校里面 在学习的时候 最坑你们的 一个是老师 另外一个就是学长跟学姐 因为什么呢 他们总要把自己的一些 人生当中一些感悟 或者人生当中 他觉得说 这个这个这个影响到他 他他他 他强行传播给你啊 这是有问题的 这人品有问题 听懂了吧 我如果是学长学姐的话 一个学弟问我说 宇哥 我们以后就业情况好不好啊 如果我那时候还没有毕业的话 我一般我不会跟他说的 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对吧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就说你不清楚 但是有些人的话呢 明明你的学长自己就很水 然后的话呢 怎么说不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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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话读个研究生吧 或者说你让你家里 有点关系 换个专业吧 咱那个那个 咱是专业不行 就这样的人最坑爹 好吧 你把很多一些人 有热情想学设计的 或者他本身 就能比你学的更好的人 听了你 因为有些人的话呢 有些孩子他比较单纯 学长说啥的就听啥 对吧 然后他就 学长说这个不行 很多人给我发私信的 就说 老师学长 学姐跟我说 这个行业不好 或者这个行业找不到工作 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学姐找不到工作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希望大家 你们以后成为学长和学姐的话 不要总是好像能给一些什么人生忠告 你们什么都给不了人家 不要误人子弟 好吧 你自己不行的话呢 你就自己多练 但是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好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然后学长和学姐不要玩去 你如果作为一个学生来说的话 你真真正正想要去来 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怎么样的话 你不应该问你的学长和学姐 因为他们还没有毕业 第二的话 他们即使毕业了 也刚工作一年到两年 不能问这样的人 因为正 他们正属于一个瓶颈期 就是淘汰期 好吧 一到两年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加班比较严重 因为我们的任务量比较多 而且加班严重 证明这个市场 现在的人消化不了 现在市场的项目 所以才要加班 如果能消化得了的话 就不用加班了 听懂了吧 但有些人的话呢 他都没有逻辑思维 他逻辑比较混乱 他觉得加班比较多 然后我就走了 他就去一个不加班的一个行业了 五年之后的话 一个月还挣三千块钱 我跟大家说 就是说你不要去问那种 工作一两年的人 因为他也无法给你一个 很好的一个建议 因为他 他说话太主观了 他可能加班很累 他就直接给你一个负能量 直接丢给你了 你要问在这个从业里面 大概工作 七到八年 或十年以上的人 这是最好的 好吧 你只有问这样的人 他才能很客观的告诉你 因为他没有必要你忽悠你进来 对不对 我非得忽悠人进来 跟我抢发碗吗 不有毛病吗 对吧 所以他回答是比较中肯的 因为他看了这十年 大概的话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他回答是比较中肯的 其实这样的人的话 很好找 其实就是你们的老师 但注意 你们的老师的话 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些年轻 不超过三十岁的老师 那种老师就不要问了 他都没工作过 你还问他 对吧 他有可能直接接 你是读个研讯生 再读个补业 然后花里 然后再去学到老师 还有假期多好 对吧 这样的人你就别问了 就是个卤子 是吧 然后的话 问谁呢 一定要问这个行业当中 真正工作过十年以上的人 问他这个行业值不值得 好 我们再说一下 郭文化自己的学习时间跟内容 这也是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个误区 一些同学先是学画画 学软件 其实我们国家一开始学和设置的时候 还没有科学 大一的时候没让大家带电脑 对吧 其实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设计的话 它应该先有设计思维 然后通过手绘跟软件的表达 所以它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有时候本末倒置 本来这个东西是浮于它的 但是到后来的话 大家学完之后 都学成了设计浮于手绘跟软件 就是说我们学手绘跟软件的时候 画的都是别人的设计 这个就是说用设计去来服务 去来服务 手绘跟软件 这个就是本末倒置的 对吧 我们用软 我们在做软件的时候 总是在做别人的设计 有这种感觉吗 大家 你们有吗 你们做了一个亭子 亭子是你设计的吗 你们做了一个项目 那项目是你设计的吗 啊 你们画了一个手绘上山学完之后的话 你手绘是别人已经画好给你了 你照着画的呀 你照着照片画的 你照着书画的 你是干嘛 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绘图员啊 这种方向一定是绘图员 百分之百的 对吧 跑不了 肯定会图 因为你 你在学习阶段的时候 你做的就别人的设计 对吧 那你工作之后的话 我不让你画上谁画呀 对吧 但如果是说你在学设计的时候 你在学手 你在做手绘 你在学软件的时候 你是为了服务你自己设计的话 这种人走完之后是设计师啊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即使是我软件用的再也不好 再水再烂 我我我我我我这个这个这个快捷键一个都不会 但我做的只要是自己的设计 我做的模型是自己设计的模型 我做的亭子是自己设计的亭子 那我就是设计师 对不对 即使这个亭子 他是歪歪扭扭的 他不好看或怎么样 你不管 那那是我设计的 听懂了吧 所以牛叉的设计师 在做任何设计的时候 他都是有设计思维 但是一个二流三流的 自己认为自己是设计师的人 自己觉得说 我学的是设计专业 我就是设计师的人 这种三流的设计师 做什么他都不满足 对不对 我凭我为啥天天的加班画图 因为你当初学习的时候 你就是为了 你就按着别人的思路去来学的 你学习的时候 你就是做的别人的设计 你软件券的图 你做的什么都是 都是别人的 所以你活该成为一个三流设计师 你活该成为一个回度员 你活该五年之后 你一个月还是就是五六千块钱 对吧 所以我希望大家最好能反思自己 好吧 好 出去的时间要大于设计的时间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跟 在跟这些设计师在聊的时候 在培训的时候 我们去来给他占了一个期望 好吧 就说什么呢 就现在的 大家你们自己可以算一下 你们自己在学校里的时间 就你在学习设计的时间 你的时间的话 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按我们来去分配的话 就是出去的时间 要大于设计的时间 设计的时间 要大于用电脑的时间 你们自己算一下 你们自己今天能算一下吗 你们今天一天24小时 除了八小时睡觉的话 然后几个小时在玩 几个小时在出对象 是不是 几个小时在玩游戏 是不是 除了之后的话 我们真正真正 这个这个服务 这个设计的时间 我们电脑时间 今天用了多长时间 你们自己能算到吗 你们现在都在用电脑 是吧 对吧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 是不是电脑的时间 大于设计的时间 设计的时间 大于出去的 跟我们要求的仗义相反 手机也算电脑了 是不是仗义相反呢 贼服是不是 说的贼准 是不是仗义相反 对吧 那我们为什么要求大家 你们出去的时间 要大于设计的时间 设计的时间 要大于用电脑的时间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逻辑 首先出去的时间是干嘛 出去的时间 看项目 体会外面的空间感 因为你做的不是什么游戏建模 不是游戏设计 你在游戏里面建一个模型 就能体谅 就能感受空间了 是吧 我们做的是室外 大哥 你们学景观设计同学 你们不上室外去来感受 这个室外空间的尺度感 跟哪个景观做的好 哪个商业楼盘做的好 你们不出去 你们设计个啥呢 玩呢 对不对 今天看电脑 那看出什么了 好吧 所以的话 一定是出去的时间 要大于你设计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出去看完之后 我们才对我们的设计有想法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要做的是居住区设计 那周六周日的时候的话 包括没有课的时候 我应该干嘛 去居住区 看他的售楼处 看他里面坐的景观 这是我的出去的时间 一定要大于什么呢 我设计的时间 我出去一天 我出去四个小时 回来的话设计时间 我用两个小时 去来整理今天看到的东西 我去来设计一些功能区块 对吧 设计完之后 有了二嫂之后 我用电脑去来呈现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吧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的话呢 这是设计师的逻辑 晖图员的逻辑的话 就是电脑的时间大于设计的时间 设计时间大于出去时间 大家你们 现在听个同学200多号人 我相信没有 如果是我之前不说 这个学习方法的话 你们应该 自己控制这个时间的方法 应该都是后头缘的时间 就说白了都是三流设计师 对吧 是这个道理 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资源这个事 因为我们的话 公众号的我们也提供资源 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公众号 创建设计EDU 就是这个工作室 素材干货 我们这里面也提供素材 好吧 而且都是免费的 什么意思 不出来了呢 好吧 这个乱七八糟的 这不是不出来了呢 我看一下 我点一下 我再点一下 好出来了 好 素材 别的公众号素材 有可能是那种 需要大家去来 转发或怎么样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回复关键字 所以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 海外极致采兵素材PSD 那你们的话 自己去下载就可以 但我告诉大家 如何去来用 就这种素材 就这一个 比如说我刚才 看到的这个素材权 平面图 分析图 效果图 模型库 你不需要每一个素材 你都下载 有些东西说 老师给我们这个 而且都是免费的 全都下载下来 不用 因为什么呢 做彩屏的话 你只要自己 有自己的风格就可以 比如说像小清新的 水墨的这种彩屏 28个 我们只需要有这个素材 你如果喜欢的话 以后 这5年到10年时间 你只需要掌握 这一套素材用法就可以 你没有必要把刚才的那些 全部都下载下来 听懂了吧 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下 我们倒不拦着你 好吧 我只是说这个意思 好吧 你们要学会用素材 包括还有像分析图这些 对吧 这样 所以的话 这个一定要清楚 你要掌握自己的一个风格 所以的话 尽可能把素材要为你用 而不是天天你去找 那一块他有什么素材 这块有什么素材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好吧 所以就是说 我们关于学习这一块的 就说到这了 我只需要一块雾 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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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